他不善言语,但是一直致力于用音乐打动大家。 他是对音乐有极致追求的歌手,是首位登顶帝国大厦的中国内地流行歌手, 只带给歌迷无限正能量的偶像,也是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。 他们是巴沙男士年度实力音乐人,朗朗张杰。 好,谢谢。 也再次谢谢袁总、吴总两位领奖嘉宾请台下就座。 那我们在这里呢,再次祝贺朗朗和张杰。 首先刚才的表演是不是特别完美? 见过合作这么默契的两位音乐家吗? 没有。 我们是第一次合作。 真的吗?怎么这么默契? 就可能音乐吧,勾到了一起。 所以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合作,对吧? 对,因为我还是觉得很开心地跟朗朗一起在钢琴里面, 常常在这个钢琴的世界里面。 我觉得每次听到朗朗的钢琴,我觉得真的行云流水。 就如果我有这么好的钢琴技巧就好了。 那朗朗觉得呢,张杰的live。 首先我非常地高兴今天能和我的好朋友张杰坡我们一起合作。 因为我们一直在想什么时候能一起合作。 然后今天也非常感谢巴哈男士给我们的机会。 这个是我们的首演。 谢谢苏总,谢谢。 谢谢苏总。 也听说为了胎教,朗朗刚刚送了一台钢琴给你哦。 什么都知道啊。 啊,对啊,刚才好像有人偷偷告诉我的。 对,是一架白色的朗朗的钢琴。 然后不仅家里的娜娜在弹,我自己有时候也弹一弹。 然后今天后台也有一架。 我觉得听一些这种古典式的东西都是对小孩很好的。 所以真的很感谢朗朗。 所以以后就可以直接再拜在朗朗老师门下了,对吧? 是,这个师傅应该是当定了。 好,谢谢。 绝对收。 收好了已经,今天就是拜师仪式了,替宝宝。 好,谢谢。 再一次感谢两位我们的。